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这位可以说 他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 关于音乐的美好的记忆 让我们掌声有请 飞玉清 你好 你好飞玉清大哥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晚安 谢谢 其实我不看你 我就知道你会带着这样的微笑 穿着这样的西装 让这样优雅的款款向我们走来 谢谢 仿佛几十年就没有变过 会不会太老气了都没变 没有没有 这是你的绝招啊 我今天在网上粗粗的看了浏览了一下 就发现这个飞玉清大哥 在这几十年当中差不多有二十多张专辑 可能还不完整哦 他也三十几张的专辑 三十多张专辑 所以我觉得几乎所有的情感 都可以在你的歌声当中 找到一些共鸣和寄托 谢谢 今天在现场我想问问飞玉清先生啊 有没有可能说 我有一些剧情的发展 你立刻就可以用歌声把它表达出来 就是即兴之下看的 对啊对啊 各种的情感角度 因为你的歌实在太多了 随手信手拈来就可以硬贺上 不敢让我来试试看 试试看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好不好 那你遇到初题了 不好意思哦 不敢不敢说是初题 我想就选那部大家都很熟悉的电影《泰坦尼克》好了 啊 怎么样 因为那个情节大家太熟悉了 是一个爱情故事的比较多的模式 第一章节就是男女主人公初初相遇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对 这个马上会想到什么歌 对 我想这个歌不错 好美啊 一见钟情的歌 这是第一次见面啊 谢谢 那后来第二章节肯定就是 陷入热恋为爱痴狂了 陷入热恋啊 对啊 那一定要非常的柔美的歌曲啊 很深情啊 我觉得这个歌不错 我唱这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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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云河出飞 远尘风涌吹死 有情欢迎相聚 死亦无悔 真的是已经感受到爱情了 那第三章节就分回路转了 这个男女主人公受到阻挠 被迫分离 再来首一首歌 对 代表这种心情啊 我觉得这个歌不错 好 我只想唱那一首老情歌 让歌声唱 伴你左右 虽然我 虽然你不能与我唱相守 但求你永远我心中 太柔美了 太柔美了 贵大哥 我怎么觉得这个分手分的藕断丝连 就是分不了 这一路上走下来 真的有很多好听的好听 还有呢 还有最后一个章节 按电影来讲 最后就是男女主人公是生离死别了 但是呢 女主人公最最终对她是至死不渝 还是念念不忘 一直到老都是在追忆当中 再来选一个歌唱 最后一首 这个歌也蛮适合的 我永远怀念你 温柔的情 怀念你柔柔的心 怀念你甜蜜的吻 怀念你 那醉了一波声 怎么忘记这段情 我的爱在见 总有一天 难在见 不要说是一部电影的剧情 十部电影的剧情 你都可以拿歌配上 真的